万名宅男血书请求美伊里亚唱《青鸟》 作为一个热爱二次元文化的人 美伊里亚如果在浪劫舞台上演唱这首歌 那绝对是王炸 她的表现肯定会让整个现场都为之沸腾 不仅会赢得歌迷们的心 在观众和评委的心中 也将树立起自己的地位 毕竟《火影忍者》这部动漫 已经统治了80后和90后的青春年华 所以美伊里亚翻唱这首歌 不仅是向动漫文化致敬 更是代表着众多二次元追随者的态度 在出舞台表演时 美伊里亚的《极乐镜图》演唱非常出色 征服了万千阿宅们 然而在最终投票中 她居然输给了谢娜的波罗波罗尼 这个结果引起了众多二次元阿宅们的强烈不满 又引起了一波去年为甜心教主王心凌投票那样的热潮 纷纷为美伊里亚投票 二次元粉丝们的投票竟然让整个节目都发生了改变 不仅是打破了以往王心凌和他背后的男人们的主题 而且给本季比赛注入了新的热力 捏将和他背后的阿宅们 在二次元粉丝的努力下 美伊里亚的票数迅速爆发 直接跃居第一名 超越了曾经的榜首的谢娜 虽然投票只是为了解锁出舞台 但是对于阿宅粉丝来说 他们所追求的就是这份叛逆和无畏 这样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 网友们的关注和支持引起了芒果台注意 让芒果台直接认识到了二次元的威力 有些投票上头的网友惊讶发现 比试了半天饭圈才知道原来饭圈投票竟然如此上方 看到自己人投出的票数 二次元粉丝们也纷纷向外界喊话道 让他们知道二次元只是宅而不是死 其实这也不能怪阿宅们如此的疯狂 因为对于美伊里亚来说 如今在浪劫舞台上的极乐净土有多冷场 当年演唱会上的极乐净土就有多棒 这架是向极乐大学生开学军训时的场面 当2016年的极乐净土已经面世 就瞬间引爆了全王 这首歌养活了很多博主和富有创造力的艺人们 许多明星爱豆也纷纷使用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 肖战 周深和谭松韵等都在节目中表演 甚至还成为了出圈名场面 连广场舞大妈都没能逃过其入侵 可以说极乐净土是二次元文化中最炙手可入的单曲之一 而美伊里亚在浪劫舞台上重新演绎这首歌后 她的粉丝又再度掀起追星狂潮 而青鸟这首歌可能并不如前者虎 但同样在二次元圈子中拥有着很高的人气 虽然美伊里亚没有在浪劫演唱青鸟 但她曾翻唱过来自于二次元世界的其他舞剧歌曲 例如《红莲花》《Omi Mario God》 当《毁灭之刃》主题曲响起时 每个喜欢二次元文化的人都会感受到内心的震撼 因为它代表着二次元文化的火热和火热 如果美伊里亚在浪劫演唱这首歌 那么会是多么壮观的场面 然而 芒果台可能不会给小梅演唱这首歌 因为还要给其他选手留条活路 即使是混迹综艺圈多年的太阳女神谢娜 也被美伊里亚玩爆了 在浪劫第一期节目刚刚播出后 谢娜的人气迅速飙升 并以149,562票的高票数稳居第一位 然而一夜之间 美伊里亚就反超了谢娜 只是因为其一手极乐镜头 再次唤醒了二次元圈 还引起了路人粉的狂热投票 美伊里亚的突然崛起令人意想不到 因为它并不是芒果台重点培养的意义 在第一期节目中 明显集中镜头在谢娜 艾拉和蔡少芬身上 作为之前的芒果主持一剑 谢娜在节目中得到了很多平常 竞争越发激烈之际 令人始料未及的始 谢娜成为了出舞台就打过记录的选手 谢娜凭借着扎实的唱跳技巧 和出色的表现 凭借高达374分的 《得分稳居》第四名 可谢娜的表现引起了网友们的愤怒 一些不追求二次元文化的网民 也加入了投票行列 并表示本来并不想投票 但是看到被波罗波罗蜜 这首歌反超战胜太不动了 所以他们选择支持美伊里亚 相较于谢娜 美伊里亚无疑展现了更为突出的实力 作为维尔全开卖唱她的选手之一 她在舞台上的出色表现和高超唱功 尤其是她《极乐净土》中的高音演艺 令人印象深刻 因此在这些实力派姐姐的竞争中 谢娜凭借神曲波罗波罗蜜 拿下了人气断层第一 对于有些粉丝来说 她的表现似乎不够给力 当谢娜因为人气登上热搜之后 许多网友表示不理解哪些人喜欢谢娜 然而就浪解节目本身而言 谢娜在舞台上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特别是在出舞台比赛中 谢娜是唯一一个将情感和实力都展现出来的姐姐 从后半部分那段舞蹈就可以看出来 她为这个节目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谢娜曾主持过快乐大本营 微博粉丝过瘾 也有一部分固定观众 但作为芒果台的直系亲属 再加上与谢娜同期主持快乐大本营的吴欣 也曾参与这个节目 因此她在参加节目前肯定已经预料到 自己会受到非常多的证明 然而随着浪解节目的第四季播出 节目的主题和赛制早已不再新鲜 这也就预示着参与者必须创造更多话题和噱头 来吸引眼球和流量 在这个时候 谢娜冒着被黑的风险主动扛起了大气 并为节目贡献了很多话题度 完全可以说浪解和谢娜是相互成就的关系 并且谢娜还在节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为参加浪解的还有许多国外嘉宾 已经名气不大的节目 谢娜还需要负责帮他们打破将军 只要广角镜头扫过 谢娜一定是在低头认真的工作人 或许有很多人不喜欢谢娜 甚至有人还会讨厌她 但事实上她能勇敢地面对这些压力与致雨 参加节目并且可以做到逆风翻盘 这种精神已足以与节目的主题乘风破浪高度契合了